一起来看天气 最近几天江南不少地方是春雷阵阵 雨水不断 当然马上就是经浙了 这个时节的雷雨天气也是属于正常的 今天看来雨水依然是盘踞在南方 那其中湖北湖南到江西这一片区域还会有终于落下来 而且在未来两天甚至是本周之内 这种阴雨的表情都不会改变 南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未来三天都会有雨出现 而且气温也是比较的低 当然南昌这种阴冷潮湿 只是南方不少地方天气的一个缩影 今天像长沙和杭州也是一别前几日那种温暖的感觉 最高气温分别只有7度和9度 和南方一程不变的阴雨相比 北方的天气表情倒是显得丰富一些 雪过天晴之后 北京今天最高气温会从冰点骤升到7度 似乎是一个温暖的消息 但是基于冷空气的频繁活动 未来一周自西向东 北方的雨雪将会明显的增加 气温也会徘徊在一个低位 那今天首当其冲的就是新疆的北部 这里风雪交加 同时呢西北对东部的这个雨雪呢 也是会增加 到明天的时候像华北黄华一带 还会再次迎来飘飘洒洒的雪花 总体来说 本周冷空气和雨雪都会是这个天气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好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情零下三到七摄氏度 哈尔滨小雪转情零下十七到零下九度 西宁小雪转阴零下二度到七度 昆明情十到二十三度 太原情零下四度到七度 河肥小雨三到七度 南京镇雨三到七度 上海小雨六到八度 武汉小雨转中雨四到六度 杭州小雨转中雨七到九度 福州镇雨十三到二十度 南宁多云二十一到三十二度 韩锦多云转情零下八度到二度 秦皇岛情零下三度到四度 承德情转多云零下八度到二度 宝定情零下六度到四度 天水小雨四到十度 南阳小雨转雨加雪二到五度 淮南小雨四到八度 新渝镇雨十一到十五度 东京多云六到十度 新加坡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悉尼因十九到二十二度 阿里多云一到十二度 华盛顿因三到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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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